你敢相信吗 竟然有动物能够连续进行8个小时的交配 难道它们不累吗 对于自然界中的大部分物种来说 只有交配才能够将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不过由于自然界中危机四伏 为了防止在交配的时候受到其他物种的攻击 大多数生物都会选择尽量减少自己的交配时间来规避风险 那么真的会有物种不怕危险连续进行8个小时的交配吗 实际上 在一个名叫马达加斯加的小岛上 生活着很多物种 其中有一种叫做马导稿犁的生物 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马导稿犁的体型并不算大 到了每年的八九月份 它们就会正式进入发情期 按理来说 像这种体型不大的生物 在交配的时候更容易遭到其他物种的攻击 为何马导稿犁却丝毫不在意呢 其实这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岛上并没有生存在大型肉食动物 所以这样一来 就几乎没有能够给马导稿犁造成威胁的物种 也就是说 它们在这片栖息地中几乎是没有天敌的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马导稿犁并不会有很强的生存危机 也就不会担心自己会在交配的过程中遭遇不测 并且马导稿犁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拥有了长达八个小时的交配时长 并且随着不断的进化 它们的时间甚至会变得越来越长 为何马导稿犁一直坚持延长自己的交配时间 难道它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虽然马导稿犁属于一夫一妻治的动物 但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它们在进行正式的交配之前 会有一周左右的试交配时间 那么所谓的试交配又是什么呢 其实试交配是为了给雄性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虽然双方并没有明确关系 但雄性依旧会尽量满足对方的需求 如果在这段时间中 雄性马导稿犁没能满足雌性的交配需求 那么它们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替换掉 而雌性最在意的地方 正是雄性的交配时间有多长 可为何雌性会如此在意这个问题呢 众所周知 动物间的交配仅仅是为了延续后代 并不会产生任何快感 所以对于大部分物种来说 交配时间的长短并不重要 然而马导稿犁却是一个例外 对于它们来说 交配时间的长短能够直接说明雄性的实力 对于雌性来说 能够让后代拥有优秀的基因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所以它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 才会格外地挑剔 由于雄性稍有不慎就会被雌性嫌弃 所以它们一直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只为了能够顺利度过试用期 不过马导稿犁种群间的内卷从未停止 到目前为止 很多雄性个体仍旧在不停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毕竟不进步就是在退步 如果无法得到雌性的青睐 那么它们的基因就难以继续延续下去 也正是因为这样 到目前为止 很多雄性的交配时间已经超过了八个小时 甚至还在向更夸张的方向发展 不得不说 马导稿犁之间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马导稿犁的交配时间仍旧在不断增长 它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生存在自然界中的很多大型肉食动物 交配时间都是非常短暂的 很少有物种能够连续进行八个小时的交配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马导稿犁还是处于不吃不喝的状态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对于大多数生物来说 这都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所以在马导稿犁的身上 是存在着一些特殊之处的 有很多色不知道的事 其实马导稿犁体内有一根名叫阴晶骨的骨头 正是有了这根骨头的存在 它们才能够顺利地达成雌性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在以前的时候 很多生物都拥有着这根骨头 不过随着不断的进化 大多生物都选择将其淘汰 只有少部分生物依旧把它留了下来 而马导稿犁恰好就是其中一个 既然马导稿犁几乎不会受到天敌的威胁 为何它们的生存现状依旧令人堪忧呢 实际上 这是因为人类行为活动的影响 对马导稿犁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随着人类对土地的开发力度越来越大 它们的生存空间更是在逐渐减少 导致原本没有什么生存压力的马导稿里 也不得不为了生存问题而发愁 再加上一些有心之人的猎杀 才导致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 如果再不加以保护 相信过不了多久 它们就会徘徊在冰威的边缘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普文心争稿了